Hello everyone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Today's story is about 司马光杂钢 司马光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,小朋友们都喜欢和他玩 一天,司马光和几个小朋友在庭院里玩捉迷藏 院子里有一座假山,假山旁边有一口大水缸 一个小孩爬上假山不小心掉进了装满水的大缸里 落水的小孩吓得嚎啕大哭,拼命地在水中挣扎 大家都急得不知该怎么办 有的吓得大哭,有的傻乎乎地站着,有的急得直跺脚 眼看缸里的小孩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了 司马光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,用尽全身力气向大水缸砸去 烹得一声,水缸被砸开了一个大窟窿 水全部流了出来,落水的小孩得救了 水最新年轻力气向大戟 沥,停伤,也认为自然却涨 众畅,停,靓,藏 鋼 桃 振扎 剁 窟 窟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